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政治大学财管系周冠南周教授 那今天来跟大家简介ETF 还有告诉大家呢 在投资ETF的时候 会有什么潜在的风险 那我先对ETF做一个简单的定义 还有讨论一下它的起源 ETF是三个英文字的缩写 它叫做Exchange Traded Fund 那各位可以这样想 它其实就是一个共同基金 我相信观众很多都买过共同基金 那它跟共同基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ETF它是持有一篮子资产的投资组合基金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其实跟共同基金是非常类似的 但是它在共同基金的基础上面 又加了一个很有趣的特质 就是它可以在股票市场上面 随时做交易 所以很多人就会误以为 它是一档股票 其实不是 它是一篮子股票 所以它后面有很多东西组成 可以是股票 可以是债券 也可以甚至是投资在期货 做期货的操作 那台湾证交所对ETF的翻译 叫做指数股票型基金 那我常常认为股票型基金这几个字 常常会引起误导 它会跟大家解释 因为所谓指数股票型基金 指的只是说它可以像股票一样 在股票市场交易 但是它其实并不是只有股票这个东西而已 好 那它跟共同基金最大的差异 我刚刚解释过 就是共同基金呢 一天它只能够用净值 跟共同基金公司申购或赎回一次 但是ETF呢 它随时可以交易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大的差异 其他的差异其实非常的小 那它的起源是这样 大概在1990年的时候呢 全世界第一档ETF 其实是在加拿大发行的 大家会误认为是美国1993年的 第一档ETF Spider是第一个 其实不是 那1990年加拿大第一个发行ETF呢 是追踪TSX35指数的TIPS 它其实就是最早的一篮子ETF的一个雏形 那后来呢 在美国1993年推出呢 S&P500 就是史坦普500种指数的股票 的一篮子投资组合 那顾名思义呢 它就是这个投资组合里面有500档股票 那这500档股票呢 组合成为一个基金 那这个基金呢 就挂牌直接交易 那它代码是SPY 好 那个其实在台湾现在很多付委托证券 证券商的付委托都可以买得到 那我们来讲讲ETF在台湾的历史 很多人最近才接触ETF 他会认为说ETF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其实要说新也新 但已经不太新了 在台湾 因为台湾的第一档ETF 0050代码是0050 在2003年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到现在已经大概是过了24年 那ETF呢 0050顾名思义就是0050指数的ETF 所以它后面代表的是50档股票 50档股票的一个投资组合 那这50档股票呢 它有一个筛选的机制 但是大概的概念就是台湾前50大的公司的一个投资组合 所以各位要记得它不是一张股票 它是后面有50档股票 这个就是ETF的最基本的概念 那ETF的总资产呢 从2019年的1274亿 一直到了今年2月底 根据统计呢 已经达到1.5兆 所以短短的5年之内呢 成长超过10倍 所以它成长速度非常惊人 各位最近在报章杂志上面看到 媒体上面看到ETF 有很多都是造成抢购的热潮 那待会会跟大家谈 就是说你怎么看待ETF这个东西 然后它的风险是什么 那我先讲一下 2024年ETF发行的热潮 主要是集中在某一种操作策略 比如说他会跟你讲 我是买科技股的 然后呢 具有动能的股票 或者具有价值的股票 这是一种操作策略 然后呢 再加上高股息 再加上月配息频率 所以过去这几个月 2024年开 就是从1月到 大概现在5 6月的时候呢 很多ETF都是以高股息 跟月配息作为标榜 那造成市场的一个抢购风潮 好那至于这是不是合适一般人的商品 我们待会讨论 好那现在来跟各位谈一下 ETF的分类 那这个ETF的分类呢 标准不是只有一种 那这个PPT上面是我自己觉得 我个人比较容易理解 那各位如果到台湾证券交易所的网站上面 它分类可能会跟我不一样 但是大同小异 看你怎么去了解这个商品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分法是ETF呢 我们用基础的商品 譬如说股票 期货 还有债券 好这个是三个是大家很熟悉的 然后后面再加个ETF 所以就很清楚了 ETF呢 它的成分可以是股票 可以是期货 也可以是债券 好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第四个呢 我们叫杠杠型跟反向型的ETF 那这个我最后再来跟各位谈 那我们先讲股票的ETF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ETF就是一篮子的投资组合 所以它的篮子里面呢 可以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台湾现在只有单一类型的 譬如说股票就全部是股票 期货就是期货 然后债券就是债券 但是未来可能会发展多资产的 那个以后有机会呢 证交所那边都会有资料 就是开放化 各位都看得到 那我们先讲单纯的股票型的ETF呢 它就继续细分类呢 可以分为国内成分证券ETF 所以这个很清楚 就代表这一篮子的股票呢 通通是国内的股票 好然后再来呢 是国外成分的ETF 就是说这个投信公司呢 它把你的钱拿了之后 它去投资海外的市场 那这个海外市场呢 它就把它包成一个ETF挂牌 在国内上市让你交易 所以呢其实各位也可以这样想 ETF其实就是一种存托凭证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把钱托付给投信 存在它那边 然后呢它去帮你投资之后 给你一张代表这一篮子股票的ETF 那个就是一个存托凭证 然后呢国外的成分证券 我刚刚讲过了 主要是直接拿去投的 现在是最多的 但是呢也可以 譬如说国外有个ETF 已经卖得不错了 那国内呢 没有必要自己再找一个策略 就直接连接到那个ETF去 这个叫连接式的ETF 也就是说国内的投资人呢 他在国内买ETF 但是这个ETF呢 它其实是连接到国外的 另外一个ETF 好那这个呢 也是一种投资海外的方法 最后呢 有个境外的ETF 什么叫境外ETF呢 就是这是一个在境外上市的ETF 然后直接拿到国内来挂牌 好这个也可以 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是 我们很多国外的公司 也可以来台湾挂牌交易 或台湾公司在国外 可以直接挂牌交易 当然这个要法规允许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境外的ETF 直接拿来台湾交易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存货凭证嘛 只要符合法规都可以 在各个地方交易 再来呢 是期货ETF 期货ETF呢 顾名思义就是 这些ETF呢 它是去操作期货的 也就是说 它不是买现货 不是买股票或债券 它是买期货 那期货的范围就非常的多元 譬如说我们有指数型期货 股票指数型期货 还有商品期货 譬如说黄金啊 原油啊 好这些都是所谓的商品 甚至大豆啊 这些都可以 好那 所以这个ETF呢 它就是去买这些商品期货 然后包装成为一个 我刚刚讲的证券 再卖给一般投资人 所以一般来说 这种期货的ETF 它波动会比较大 因为它其实后面 就已经是期货了 各位可以这样想 好那当然 如果这个期货ETF呢 连接到利率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利率的ETF 所以这边我就可以 先提醒大家一件事 虽然ETF在台湾通常翻译叫做指数型股票基金 但是股票基金这四个字很容易误导 让大家以为它只有股票 其实不是 它这个股票型基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在证交所跟股票一样很方便的交易这个ETF 但是ETF后面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那我们讲到第三个 第三个是债券型的ETF 那债券型ETF呢很简单 顾名思义就是 把你的钱拿去买债券 再包装成为一个ETF给你 然后你可以在股票市场里面交易 所以这是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创新想法 因为对小额投资人来讲 一般来说债券的面额都很大 可能是10万20万美金起跳 就是国外的公司或公债面额都很大 那一般小型投资人碰不到债券的 除非你是高端客户可能要买很多 但是这种债券型ETF呢 就可以把债券分割成为小单位 所以呢你买这些债券型ETF呢 其实就是间接持有后面的债券 那这个债券呢 可以是国内债也可以是国外债 也可以是公债也可以是公司债 那因为台湾债市规模相对比较小 所以现在台湾市面上呢 大部分连结的都是国外的公债跟公司债比较多 那再来呢我们谈谈杠杠杠型跟反向型的ETF 什么叫杠杠型呢 就是乘以2 你的报酬率今天假设原来的ETF 这个指数报酬率是5% 那如果是杠杠两倍的话呢 就是乘以2 所以今天的报酬就会变成10% 那我特别强调今天这两个字是有意义的 待会再跟大家讲 因为它不是追踪长期 它只有追踪非常短期的一天 所以杠杠型呢 如果今天市场报酬率5% 你的标的报酬是5% 那杠杠两倍就会变成10 那国外有杠杠三倍的 台湾现在还没有 杠杠三倍的话 5%报酬就会放大成为15% 那反向型也很简单 反向型就是刚刚跟市场完全就是相反 刚好完全相反 所以市场假设报酬率是5%的话 那所谓的反向型就是 它的报酬率就会变成负的5% 那如果你很好奇为什么做得到呢 其实这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只要我们适当的去操作 期货跟选择权的话 不管你要几倍或者要反向几倍 其实都是可以操作的出来的 因为衍生性金融商品 本身就是一个杠杆型的商品 那这个杠杆及反向型ETF的内容呢 也可以包含我们刚刚讲的三个 就是包含股票 债券 期货都可以做成杠反型的ETF 所以呢ETF各位从这一页就可以看到 它的分类呢 它的内涵非常的多元 那我这边要先跟大家讲 我们待会讲到投资的风险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投资人在买之前 一定要把公开说明书看清楚 因为很多我发觉一般投资人 他在买ETF的时候 他其实不太懂他买的是什么 那这样的话风险就会很大 因为譬如说他名字看不太出来 但他其实后面呢是债券 好就是长期债的ETF 那各位知道长期债对利率反应就很敏感 那甚至当利率一波动的时候呢 长期债波动就会非常大 那譬如说像期货的话 那就更可怕 因为市场只要有风吹草动 因为期货它是杠杆型的 所以期货的波动一般 就会比现货来的大 更何况呢 你期货上面还可以加杠杆或加反向 所以这个都会让波动变得非常的大 那我们来讲讲ETF的投资策略还有风险 我必须跟大家先理清一个观念 大家要知道其实你买ETF跟买个股 有一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分散 那这是有学理的 因为ETF它 你买一张ETF等于是分散到500家公司 或者50家公司 所以它是非常有效率的一个投资方法 各位可以思考 如果是你自己要去投资50家公司 或者500家公司 它的困难度会非常高 因为你的交易成本会很高 而且你需要资金也很高 但是如果是买一张ETF的话 等于用一个相对低的金额 你就可以买到50或500家公司 所以它的原始发行动机 就是我PPT这边写的 主要是为了协助投资人获取分散 还有长期投资的效益 因为从学理上面来讲 分散是最接近免费午餐的一种投资方法 你过投资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然后长期投资的表现 其实会比短期要好 因为短期的问题就是它的交易手续费可能会太高 所以这个是ETF它发行的原意 但是因为ETF交易非常简便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以前共同基金有的商品 就会被搬到ETF来 所以现在就会有各种 譬如我这边列出来的主题型的ETF 譬如说区域型 我们可以有拉丁美洲 我们可以有东欧 或者整个欧洲 这个叫区域型 国家型的话可以是韩国 可以是日本ETF 也可以是越南ETF 这个就是国家型的 然后还有高股息ETF 是现在最红的 我刚刚跟大家探讨 也就是说一般投资人很喜欢拿到现金 才觉得是有赚到的感觉 所以最近台湾投信发了很多高股息 那待会我们详细探讨高股息 高股息不一定不好 但是呢还是要去思考 它到底比较适合谁 那像再下来呢 我们有ESG对不对 有永续 这个也是最近非常红的议题 所以呢 市场上面就会出现 专注在投资ESG 符合ESG标准的股票 跟符合永续概念的股票 然后再来呢 我们还有产业型 比如说高科技ETF 对 那这些ETF呢 它就只投资在高科技股票 那也可以是传产ETF 当然也可以 就是看你对什么样的产业有兴趣 像市场上面还会有AI ETF 这个就是专门投资在一些 有AI体裁的ETF 股票上面的ETF 好 然后呢 我们来谈谈高股息 就是高股息 因为最近很红 我特别把它拉出来 跟大家讨论一下 高股息作为一个投资的因子 意思就是说 作为一个能不能让我们报酬率更高的一个投资概念呢 其实在学术研究上面是有发现的 高股息的股票 配息率比较高的股票 它确实可能在某一些时候 它的表现会比大盘好 但是我这边要特别强调是某些时候 也就是不是永远都会比大盘好 所以呢 我刚刚跟大家谈的 不管是区域型 国家型 高股息 ESG 永续产业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广义的策略型 也就是说 我有一个想法 可能是某个区域 或者某一种操作方法 这个就是一个策略 那策略型的ETF 其实比较适合 有市场判断 判断市场方向能力的投资人 但是对一般没有讯息的投资人来讲 策略型不见得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策略型的话 你必须要做很多功课 你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 那市场方向 如果判断不好的话 你可能会有蛮大的损失 当然如果判断的正确 你会赚比较多钱 好 那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谈 那什么人比较适合指数型的 然后跟策略型 我这边先做一个结论 策略型比较适合有资讯的投资人 能够适当判断未来市场的区块 哪一个区块报酬会比较好 那这个策略型就适合你 好 然后再来呢 因为台湾最近也在讲 都在讲配息频率 我们从季配到月配 现在是最受欢迎的 那这边我要特别 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其实配息 只是将你的资金 从既有的资产池里面提出来 大家可以这样想 我这个资产池里面有11块 然后呢 我要配息一块 这一块是不是 势必要从里面分配出来 对吗 钱不会平白多出来 所以这一块呢 只是你自己的钱 从左手转到右手 但是因为拿到现金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 这才是真正有赚到 这个是我们行为财务学 讲的心理账户偏误 因为我们把资产池里面的股票 当作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现金 那但是呢 我提现出来之后 我就会觉得 这个钱我拿到了 所以我才有赚到 那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件事情 回到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取决 你到底要不要接受配息 是既配 半年配 还是月配 其实取决于 你的现金流入需求的频率 还有税率 为什么要这样讲 如果说你是年轻人的话 如果你每个月 其实有固定的收入 那你的目标应该是 将钱留在市场越长越好 赚越多的资本利得 这样你对未来退休 才会有更好的 这个还有更大的资金 但是如果你每个月 拿出来的话呢 你没有需求 那你就很容易 第一个把它花掉 因为你钱就觉得 好像加薪了 就把它拿来花掉 这个是其实我一直觉得 对年轻人来讲不是很好 那如果你是年老的人 或者退休的人 你每个月都有固定的 现金流需求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 你的税率又不高 因为各位知道 在台湾的话 资本利得是免税的 有些证券交易的 赚的钱是不要交税的 但是呢 从股票里面 拿现金出来的配息 是要交税的 那个算一般所得 当然有一些免税额度 但是对年轻人来讲呢 高股息就很容易被嗑到税 然后呢 对年纪比较大的 退休族 他们呢 税率可能比较低 而且收入比较少 所以他可能就不会被嗑到税 所以合到我刚刚讲的 要不要配息 要不要高股息 其实这个是中立的 我是中性的 但是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需求 你的配息率 怎么样对你才是最好的 你的税率到底是高还是低 如果你的配息率 你每一个月其实不太需要用到现金的话 那其实月配息对你并没有比较有利 然后如果你税率高的话 那就更不利了 那我刚刚讲如果配息没有需求很容易花掉 那而且呢 你拿到就算你很有自治力 你知道要再投回去 因为很容易花掉 但是你控制住自己消费欲望 可是呢 当你现金一进一出的时候 在市场来来回回 其实都会有健保补充费 税费还有交易手续费等等问题 所以我一直跟一般的投资人讲 就是说 不一定要很高的配息率 或者很高的配息频率 因为还是要回到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需求 有需求的当然很好 没有需求的话 我觉得倒不用恶意去追求高股息跟平凡的配息 那这个我刚刚已经大部分都讲过了 那我再强调一遍 高股息对个人而言 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策略 因为各位知道 其实散户他们是有税的问题 要交所得税 我刚刚讲过 然后配息呢 还要交健保补充费 所以比较好的策略应该是不用领席 在需要用钱的时候 在自己处分资产就好 那台湾刚好现在的资本利得 是暂时免征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对你在投资的资产成长上面 也会比较有利 尽量多一点时间 把钱留在市场上去增长 那对个人而言 我只是对个别的年轻人 没有特别需要 那年老的或退休主 那就要看个人的状况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来谈谈那个杠杆跟反向型 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风险 各位知道 我们先讲简单的好了 就是如果是股票ETF的话 其实它的风险 说真的就跟股票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波动 比较不会像股票那么剧烈 因为它毕竟是50档 或者500档股票放在一起 那各位可以简单的思考 50档股票总不会每一天 都往同一个方向涨跌嘛 对不对 这个几率应该很低 就算市场大涨 但是有些会涨得多 有些涨得少 甚至有些在市场大涨的时候 它还会跌 那市场大跌的时候 有些会涨 所以为什么分散风险 分散到不同的股票上面 是一个有效率的投资组合 因为从学理上面证明 投资越分散越好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波动下降 然后让你的报酬率提高 这个是从学理上面探讨 好 所以各位可以这样想 我买个债券ETF 我买个股票ETF 其他的风险就跟债券跟股票是相当的 但是因为有分散的效果 所以它的波动会比个股 或个别债券要来的低一点 而且长期的投资报酬率 期望报酬率也会比较高 这个就是各位在买这ETF的时候 要知道后面到底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边下面就特别跟大家谈一下 杠杠跟反乡型的ETF 因为我们在市场上面 现在杠反型也非常受欢迎 然后很多散户呢 也喜欢买杠反型的ETF 但是你买的时候到底清不清楚它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杠反型ETF 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它是操作期货或选择权 来达成杠杆或反向的效果 这个从财务工程学里面是做得到的 也就是说我可以把现货每一天的报酬率 放大成为两倍三倍 甚至四倍都有可能 那我也可以把它反过来变一倍 或者反过来变两倍 这个都可以用财务工程的技术做处理 那投资人就很简便 它就不用去期货市场或选择权市场 自己去模拟这个几倍或反向的报酬 它只要买ETF就好了 因为ETF的那些基金经理人 已经帮他都把这些事情功课做完了 那所以呢 这是我这边讲的第二点 跟期货选择权的操作比起来 它不需要转仓 因为各位知道 期货选择权都有到期日的问题 到期你就要转到下一个合约 所以就会产生转仓成本 或转仓的那些很麻烦的手续 还自己要注意 那但是如果买ETF呢 它的转仓就已经帮你处理好 不过还是要强调一遍 金钱不灭 转仓的成本 其实已经内涵在你的ETF里面 所以只要一转仓 一交易的话 产生成本 它就会直接从你的净值里面扣除 所以不是没有转仓成本 或交易成本 都有 只是它不会直接 让你很清楚的看到 它拿了多少钱出来 好 它就是直接就扣掉了 好 然后再来呢 我要跟各位谈一下 从学乙上面来讲 避险跟投机 有一个蛮重大的差异 杠反型ETF 是预测市场短期走势的工具 我再强调一遍 市场短期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市场涨一 那我两倍就变二 但是明天之后就归零 明天之后 前一天涨跌就不管了 那我们假设说 第二天又涨了1% 那你就会变成 第二天又涨了2% 所以它其实上涨幅度 会比两个2%来得大 因为它有复利的效果 那我们讲的是上涨 下跌也一样 待会有个例子给大家看 那不管怎么样呢 常常有人会误认为说 我们都说市场长期 其实上涨的几率 比下跌几率要高 所以如果市场长期 是往上走的话 那我买 譬如说0050或006208 这种市值型的ETF呢 我只要跟着市场涨 我就会赚到钱 这个基本观念是没有错 但是用杠档型 很多人说 那我就把它乘以2倍啊 我用杠档型的话 是不是如果市场长期向上涨 那我是不是就会用2倍的速度上涨 我跟大家讲 这观念是错的 是错的 因为它的2倍 只有当天的2倍 长期不一定是2倍 可能高于2倍 也可能低于2倍 这要看它上涨的路径是什么 比如说上涨 它经过了几次涨跌 好 待会有个例子 很清楚跟大家讲 这个我们在学里上面叫做路径相依 也就是说怎么上去 那会影响到正二的报酬 也会影响到负一的报酬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 一年涨了10% 但是我们中间的路径不一样的话 其实杠档型ETF报酬 就不会一样 因为它追踪的是每一天 而不是这一段期间的10% 所以这个观念各位一定要先厘清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因为刚刚讲了那么多 你可能还是不太懂 我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杠档型ETF的净值会有一个自动侵蚀的效果 也就是说市场只要有波动 其实杠反型ETF本身它的净值就会随着时间过去而下跌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例子 假设呢 我们今天有个指数从100跌到90 那是不是10%的跌幅 对吗 那杠档型的ETF呢 就会跌到80 因为它今天必须要是指数的两倍的报酬 所以因为跌了10% 所以呢 这个杠档型ETF就会跌了20% 两倍 所以它会静止到80 但是各位想想看 如果第二天指数涨回10%的话 那如果你买现货的话 现在变成90 涨10%回到99 这时候呢杠档型ETF呢 它必须要涨20% 因为它是10%的两倍 那这个可以 各位可以简单做心算 我们从80 涨20%回来 是80乘上1.2 所以呢 它其实只会回到96 所以各位就发现说 其实它就是两天路径不一样 只要一有波动 其实它的价格基础 就不会是两天的两倍 不是这种概念 所以各位再往下看 我们就举一个类似的例子 但是刚刚是下跌 我们现在讲上涨 如果今天现货从100 涨到110 是10%的涨幅 那杠档型呢 它必须是两倍 就会涨到120 那同样的 假设第二天指数跌回到10%的话 那这个呢 指数就会回到99 杠档型会回到多少 96 因为从120乘上80% 因为它跌20% 要两倍 所以120乘0.8 它又回到96 所以两个例子都是一样的 它基本的观念是这样 因为各位知道 我们在下跌的时候 它的计算基础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从上面往下跌 所以上面的基数会比较高 同样的10% 从上面跌一下 它的量会比较多 可是呢 上涨的时候 是从下面往上涨 所以下面往上的10% 它的概念跟上面往下的10% 它的量不一样 虽然它的百分比一样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PPT 大家再仔细看一下 如果市场有波动 一有波动的话 其实杠板型ETF本身它就会有个净值自然往下减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存在 所以为什么国外很多ETF 其实国内也有都有强制下市的规定 也就是说你的净值跌到两块钱以下连续多少天 这个就要清算 因为它会自然 净值会自然下降 尤其是杠反型 所以像之前 那个原油正二 就是因为原油呢 它是一直跌 所以它的正二呢 就会跌更惨 最后净值低于两块 也被强制清算了 所以这种东西不是完全没有风险 也不是你想象的 它的报酬率长期就会是两倍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例子我觉得各位要仔细看一下 就是投资ETF 各位一定要有一个正确观念 你要知道它背后代表的是什么 那如果加杠杠加反向 到底对你是不是有利 对结论是这样 对短期猜测正确的人是有利的 但是如果你是长期投资人 那就不一定有利 因为要看它怎么上去或怎么下来 好 那我们就以台湾50正二ETF当作一个例子 因为很多人在问我说 那如果是回到我刚刚的议题 因为正二是两倍 那市场如果上涨 我买正二是不是可以涨两倍 好那大家看 这是我自己计算的 台湾50正二呢 它从2014年10月31号开始挂牌 它的当天收盘价是20.2 到了2023年7月7号的时候呢 它的价格是132.1 所以报酬率其实很不错 报酬率是553% 那同一个时间点的台湾50ETF呢 它的报酬率是156.41% 好所以很多人会说 那明显比较好 正二比较好 但是各位可能要思考一下 这只是一个路径 下次会不会再同样的上来 正二报酬率这么好 我跟你讲是不一定的 那因为我们从学理上面来讲 正二呢 它承担两倍的涨跌 所以它的风险就是 一倍的两倍 对不对 正二它的风险就是正常的 现货的两倍 所以它的报酬本来也就是要两倍嘛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转换成为日报酬的话 台湾50每一天的报酬是0.043301左右 台湾正二是0.086376 所以差不多就是两倍 每一天差不多就是两倍的涨跌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其实没有比理论好很多 也没有比理论差很多 为什么这一段期间正二报酬这么好 而且看起来很亮丽 是因为它这一段的路径造成它报酬很好 下次会不会重复发生 我只能跟各位讲不一定 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的比较多 因为台湾市场对这种商品非常的热爱 因为它有时候净值低价格便宜 很多人就拿来当做投机的工具 所以也受伤的人很多 那所以我们继续讲 台湾50正二ETF 它是得到开杠杠 承受比较大市场波动 所应该要赚的 所以有没有比较好 账面上是看起来很好 但是各位知道 它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待会就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我们就看最后那个数字好了 这段期间 台湾50正二ETF 在我前面那一页的计算期间 它最大的付报酬是53.4% 也就是说 你100块只剩下大概47块 那我一直跟投资人讲 台湾的投资人 其实很喜欢做短线交易 那其实ETF本来是要让你长线持有的 那除了像杠板型 可以短线投机 这个OK 反正市场上多一点商品 总是有人会用得到 但是如果要长期投资的话 其实正二并不是一个好的标的 因为它在这段期间 市场没有跌那么多 可是它跌了53.4% 那台湾的当冲量 是市场的30%到40%以上 所以代表很多人 他连一天的波动都不想承担 所以他做当冲 更何况你如果投资台湾50正二ETF 投资的前面这段时间 大概10年左右 最多可以跌掉53.4% 我其实蛮怀疑 一般的台湾投资人 到底能够承受的能力有多少 也就是能够持续不卖 然后等它涨回来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少数了 那我跟大家谈一下就是损失区币的概念 下跌时候所承受的痛苦程度 是上涨时候快乐程度的2到2.5倍 这个是从行为财务学来讲 所以这个就回到我的推论 当然赚的时候你很开心 但是正二比较麻烦的是 它跌的时候 它会是市场的两倍 所以上涨的快乐程度 其实并不是很高 但是下跌的所承受的痛苦 这从心理学上面来讲 它会是快乐的2到2.5倍 更何况你把这一个2到2.5倍 又乘上两倍 所以它的痛苦会非常的高 所以就回到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当你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确切地知道 你买的东西 它后面代表意义是什么 还有它的风险 潜在风险是什么 好 那我最后做一个结论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 策略型钢板型ETF 是适合有资讯的投资人 或者是比较对市场趋势 有分析能力的投资人 但是大部分的散户 就是一般的投资大众 对市场其实没有什么太 就是太好的分析能力 或预测能力的话 那这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去买 市值型的指数ETF 市值指数型ETF 那譬如说像我常讲的 台湾50的指数 现在在台湾有两档 就是最终同样的标的 是0050跟006208 那国外的话是SPY 还有这个VOO 这些都是追踪S&P500的 那这些呢 其实对投资人来讲是很有利 因为你用很少的钱 就可以分散到很大的一个 股票的这个投资的资产值 那我刚刚也跟大家解释过了 因为就效率市场来讲的话 传统投资学告诉我们 分散是最接近免费五成的 一个投资方法 那它又可以帮你消除掉 公司个股的波动 因为我们知道个股波动很高 所以呢你买个股的话 你要承受那个波动 又回合到我刚刚讲的 下跌的时候痛苦是上涨的2到2.5倍 而且个股它很脆弱 所以我们做投资组合分散 就像我们投资在传统基金 也是这个概念 只是后来又出现ETF 把它拉到市场来 可以做日内交易 这个其实就是ETF 所以我们买市值指数型ETF 它的优势就是非常简单 不需要分析 不需要花你太多时间 但是它难的地方 也就是你必须要去等 因为一般投资人 其实没有什么耐心 他们喜欢在短线交易获取 就是好的报酬 但是从学术研究发现 短线交易其实报酬率要好的几率 其实不是很大 但是你能够唯一掌握是市场 它长期会上涨的趋势 所以我建议没有讯息的投资人 还是去买市值的指数ETF会比较好 它简单不花时间 而且成本又低 因为它没有来回操作 它就是追踪某一个静态的指数 那除非指数成分不转换 它才会跟着转换 要不然的话 它的交易成本是非常的低 所以这样的投资 我相信对一般投资人是最有效率的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